我實在那個時候 你爸爸也結婚 甚至說多歲的男人 怎麼會沒有婚姻嗎 不是啊 就算妳是小三 人沒有感情嗎 十年內妳不會 妳有其他的發展嗎 在跟她的時候 因為交往在一起的時候 她就像我爸爸 就像我哥哥 就像我朋友 就像我 好 就是我哥們一樣 所以我們的那種感情 是家人的感情 妳喜歡比妳大的 對 我喜歡比我大的男人 范文姐其實是我 十幾年裡比妳大 真的 妳今天是要來應徵好不好 在外面應徵少見 所以這麼多年來 妳沒有情商過嗎 我沒有耶 因為一般 我是這樣的 我是屬於敢愛敢恨的女人 譬如說我知道 我每一段感情 我們都是 不見得是男人追我 有時候我跟妳 譬如說我吃個飯 我覺得妳 我覺得妳還不錯 滿有我的演員的 我就會跟她留電話 留地址 然後我們就可能 先交往吃個三次飯 我覺得吃個三次飯 交往一下就知道 適不適合妳 適合 我們就交往看看 如果不適合的話 大家就做朋友 這樣子 所以妳拋棄了羅哥 我 我不能拋棄 我沒有拋棄任何人 我只說感覺不對了 他可以去找更好的人 我說過 我有戀父情節 所以一定要比我大 但不能超過五歲 盡量啦 之前是二十歲的 盡量就沒有啦 因為我現在 其實我現在公開嘛 反正Google查得到嗎 我五十五歲了 我在教一個大五五歲的男人 六十歲了 你知道很多男人退休 六十幾歲以後 他的身心狀態都已經老了 他沒辦法陪我玩了 第三點這個非常重要 性功能當然 身體一定要很好 因為我喜歡玩 就是男人嘛 你身體不好的話 就沒辦法玩了嘛 對 沒辦法讓你給你幸福 妳是不想結婚 妳遇到一個很好的男朋友 沒有把握住 我跟婉玉其實是 都是敢愛敢恨的 但是我沒有像她 是這麼愛得這麼深 像我是本身是 比較愛自己的人 那從小我念書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覺得我是不婚不生的 我自己就有那個 從小多想 有那個想法 就是因為我從小 我有戀父情節 我爸爸大我媽媽十八歲 我爸爸對我媽媽照顧得 無微不至 我就覺得說 我爸爸就是我的偶像 我有長大家找這種男人 那為什麼要用 蠟筆小新的邏輯 因為她小時候 崇拜嘛 崇拜貓女 然後呢 但是我爸爸在我十六歲的時候 他過世了 然後那時候他過世 當下我有一個 很好很好的同學 他因為 還是學生嘛 不懂嘛 然後就反正就是懷孕了 那懷孕的時候呢 當下他給我一個 滿震撼的 是因為我知道的時候 他已經自殺了 那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個男人太沒有 然後就覺得男人沒有責任心 所以我就覺得 我身邊很多鏡子這樣子 然後讓我覺得 我覺得我為什麼要結婚 我為什麼 結婚是為了幹嘛 傳宗接代 還是為了 要做什麼呢 我不知道 可是那是你十幾歲時候的想法 是 後來漫長的人生 沒有讓你覺得說 其實男人也有可靠的一面嗎 其實我媽媽有跟我說 我媽媽給我的影響很大 我媽就告訴我說 妳要結婚 其實妳交男朋友就好 妳不要結婚 妳要什麼 妳要生小孩嗎 我說我不生 那妳要談戀愛嗎 我說對 我就要談戀愛 我享受人生 我媽說那妳就去交男朋友 妳就盡量去交男朋友 就是開心就好 媽媽這樣跟妳講 我媽的給我影響很大 所以我就是 到我出社會的時候 我就交了 不能說是第一個 是第N個的男朋友 是我二十歲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喜歡 我就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我是很容易愛得快 我也去得快 但是我是一個感情戰勝理智的人 就是我喜歡開心 我談戀愛就是要讓我開心 就是這樣子 二十幾歲就有這種想法 你不會有到女生 覺得年紀的壓力各方面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嗎 其實年紀對我來說 我根本就一點都不在意 好棒喔 我不管我那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 我交了一個是 帶我二十歲的男朋友 然後他 我所有的第一次都他教我的 就是化妝品 名牌的東西什麼的 就他告訴我一些人生的道理 我覺得他給我的影響 滿大的 滿深的 然後我們就是斷斷續續在一起 十年 那他 對 他也很贊成我說 你跟我相處交往的時候 你也可以有碰到好的男人 你可以去 OK的 當然讓我 你要讓我知道說 這個男的好不好 會對你好 我會幫你篩選 這好奇怪喔 在愛情裡面不是獨佔的嗎 不是... 但那男人可能年紀比較大 那男人大我二十多歲 我們大概一個月見一次面 我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妳的媽媽告訴妳 可以去交很多男朋友 妳的男朋友也告訴妳 妳可以去認識其他男生 是 這麼成熟 她的觀念是 現在是N的N翅膀 對 那我就覺得說 二十歲交往 對方大你二十歲 所以他四十歲 然後你交往十年 所以他五十歲的時候 你們分手 我們中間斷斷續續 我們也沒有分手 因為他是一個生意人 他可能覺得到那個段時間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再照顧我 沒辦法再給我開心了 所以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去找對你更好的男人 那妳會很傷心嗎 不會 我覺得我每一段感情 我們都是很開心的在一起 很開心的分手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是一種理智 我覺得是一種溝通 我跟男朋友交往 我都會跟男朋友講說 我是不婚不生的 如果你OK 我們在一起開心 那我們感情有幾年 就算幾年 但至少我們都開開心心 如果我們在交往的 這段期間 你有找到比我更好的 更適合你的 我歡迎 我祝福你 不是 芳芳姐 妳演戲演成那樣 有一個男人跟妳交往十年 他跟妳說我們分手 妳一點情緒都沒有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是那種同居 然後就是 說實在 他有婚姻的 說實在 那個時候他會有結婚 甚至說多歲男人 怎麼會沒有婚姻嗎 不是啊 就算妳是小三 人沒有感情嗎 十年妳不會 妳有其他的發展嗎 在跟他的時候 沒有 因為交往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像我爸爸 就像我哥哥 就像我朋友 就像我 就是我哥們一樣 所以我們的那種感情 是家人的感情 妳喜歡比妳大的 對 我喜歡比我大的男人 芳芳姐其實我十幾年 妳比妳大 妳已經有時候來應徵好不好 在外面應徵 應徵 所以這麼多年來 妳沒有情商過嗎 我沒有 因為一般 都沒有 我是這樣的 我是屬於 敢愛敢恨的女人 譬如說我知道 我每一段感情 我們都是 不見得是男人追我 有時候我跟妳 譬如說我吃個飯 我覺得妳 我覺得妳還不錯 滿有我的演員的 我就會跟她留電話 留地址 然後我們就可能先交往 吃個三次飯 我覺得吃個三次飯 交往一下就知道 適不適合妳 適合 我們就交往看看 如果不適合的話 大家就做朋友 這樣子 所以妳拋棄了羅哥 我 說我不能拋棄 我沒有拋棄任何人 我只說感覺不對了 他可以去找更好的人 所以都是羅哥在哭泣 沒有 我們當初交往的時候 我們也是講好 我是不婚不生 但是他是獨生子 他是要生的 那我們都沒有互相欺騙 我們只知道 我們在一起開心就好 那我們想說 試圖看他會不會改變 或者是我會不會改變 結果我覺得我還是不變 他還是不變 那我們不要耽誤人家 我們是和平的分手 妳有個男朋友 是帶妳進演藝圈的貴人 聽說那時候 交往火爆到會大打出手 是 那個大概是我二十多歲 他大我五歲 然後我們就是玩得很開心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非常甜蜜 我們可以打麻將 我可以坐在他腿上 我們四隻手一起打麻將 我們甜蜜的時候 可以甜到像黏皮糖一樣 那種黏 然後呢 我們有時候脾氣暴躁 譬如說 他就是比較大的男人主義 他會說 你打麻將 只能跟三個女生打 我說為什麼 這世界上有很多男女啊 我打麻將 我不見得一定要怎麼樣 他講的沒錯 妳跟一個女生 叫兩個人沒辦法打啊 他認為說 你打麻將跟三個男人打 你會打到床上去 為什麼 因為他有 他選女朋友太性感了 他有親戚是這樣子 就打到床上去 真的嗎 我要學麻將 下面在打麻將 下面在勾腳 就勾上去 我說那如果你這樣子認為的話 那就表示你不相信我了 那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話 我們大家都不要在一塊 有一次我們就一塊出去玩 然後就跟我講說 跟朋友吃飯 那我那天我就是 表情跟朋友吃飯 好啊 我就穿性感一點 漂亮一點 他也看到我當場的別人說 你衣服給我換掉 再出去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跟朋友吃飯 你為什麼要穿得那麼性感 我說你 我這樣給你面子好不好 你朋友會覺得說 哇 你家裡跟朋友 你朋友很性感 對不對 對 都有面子耶 他說 沒有 只有我可以看 別人都不能看 我說你什麼 什麼觀念 我說那算了 我不要跟你出去 我就出去別的地方玩 然後呢 我就出去 我就真正就出去了 我就開車 他也跟著開車在後面追啊 然後就在一個紅綠燈 他就剛好停的時候 他就 刷 就這樣刷到我面前 就擋住我了 哇賽 拍電影啊 然後我就下車 我說妳想怎麼樣 他說 我還沒跟你講完 我說 妳要講到什麼 我就說我不跟你出去 你要叫我換衣服 我就覺得我不開心 我幹嘛這樣子呢 他說那妳要跟我解釋 我說我不用解釋 我就這樣子 我就不出玩了 我就找別人玩嘛 就這樣子啊 然後路邊人就跑過來 說要不要幫忙 我說不用不用 我們在男女朋友在吵架 然後就可能吵了一下下之後呢 就是 反正就覺得 大打出手了 耶 沒有大打出手 就是我推他啦 然後他又要抓著我啦 反正我就扭來扭去 我就覺得說 好像 圓觀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 圓觀的人越來越多 而且穿得這麼辣 還打起來 對 我就覺得特別的優美 從暴力美學 我也是那樣子 我脾氣一來 我也是不管 旁邊有誰的 我是也都不管的 我是這樣子 然後就 我們就講好說 好 不要吵了 我們回家溝通吧 就回家講好 就是 反正就當下可能有 開車回家的那一段時間 就大家互相就稍微冷靜一點 就和好 我們就一塊就去看電影啦 這樣之後的Andy 也是看電影啊 妳講得好像是 妳拍過的某部戲 我啊 我談戀愛的每一個階段 都是這樣 我們都是 好的時候就很好 然後不好的時候呢 就會溝通這樣子 溝通 激烈溝通 很厲害 你看 婉姨姐跟她前男友 打完架以後 對啊 警察都來 兩個都去醫院 哪有時間去看電影啊 正常啊 我也是啊 我有一次在家裡打麻將 我剛好跟三個哥們打麻將 然後她一看到呢 我就 反正我們在打麻將的過程當中 違反她的禁忌 她已經在跟我吵 她說為什麼長三個男生到家裡 我說在家裡 我媽也在啊 我說妳有什麼 不放心的 她就不高興 然後我就 我就更懶得理她 掛電話繼續打 打到一半之後 她來安門鈴了 我就讓她進來了 對 我說怎麼樣 然後她說 我跟妳講話 我在跟妳講話 妳為什麼要掛我電話 我說我在打麻將啊 然後就跟我朋友講說 妳們等一下 我去吵個架 我就回來 吵個架 然後我就去跟她吵完架 吵完架之後她死不走 我就打電話報警 我叫警察來 妳的男朋友耶 對 我就打電話報警 因為她不走嘛 然後打到屋頂 都快被要掀走 就吵到 就已經吵到 我們已經完全失去意識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 我就報警 然後警察來了之後 我當下看到警察 我也嫩了 來了三個警察 可以再打一桌麻將 警察 然後警察一來之後 我頭一轉過去 我那個麻將桌怎麼不見了 被我朋友包到房間去了 然後我就再轉過來 然後警察說 現在怎麼樣 要不要把這男生帶走 我說沒事 我們只是吵架而已 這個是我男朋友 我自己私下可以解決 其實就是我就跟妳講 警察來的時候 又有一段的時間了 又冷了妳知道嗎 那我就說沒事 我們自己可以解決 那這一段後來有分手嗎 有啊 我們就是 就是 就是 斷斷續續 大概也是 大概八年十年這樣子 那最後分手的理由是什麼 分手的理由是我覺得 你們都是十年耶 感覺 不對了 我覺得在一起是要開心 如果要常常吵架 而且如果你長期 你要不信任我的話 我覺得這樣在一起就沒意思了 對 不一樣的人 我不要讓我來耽誤妳 妳去找別人吧 這樣子 好 大明妳怎麼看 這麼十年帥氣的分手 我覺得方文 她一直是感情裡面的女王 真的 剛碗玉成公主 然後她已經到女王 而且 因為我很理智 我自己知道 我要的是什麼樣的感情 我不會去為別人而改 我只會溝通 那可以溝通 我們就在一塊 不可以溝通的話 就大家各自過各自的生活 所以她男朋友一定都知道 其實她可能 她男生會緊張 她自己會覺得 隨時會被甩 所以果然就是不要的最大 我交男朋友 我都會告訴他 我不會騙他們 我告訴他們 我是不婚不生 如果你想要結婚 請你找別人 那我不會因為你劈腿 而跟你分手 我覺得我會因為 跟你在一起 我有感覺 才會跟你在一塊 開心 因為我不婚不生 我不能勉強 我的另一半也去 對... 也要被合我們 對 我覺得大家 就是開心就好 我們先進行王 大家來看看 這樣子可能很多人羨慕 叫女王的愛情公約 她自己是怎麼制定的 馬上回來 好 方文這裡面 這個好像永遠都是 愛情的贏家 妳還碰過一個男人 為妳暈船拋家氣子 是有... 也是二十多歲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男人追 我那時候年輕 又敢玩 又長得正 然後因為我媽媽有開酒店 我自己也有跟朋友開酒店 所以那時候正瘋狂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問一個男人呢 然後那個男人 他是已婚 然後他是我交的 其中男朋友之一 然後呢 其實我也沒有要他負責任 我們只是談戀愛 開心就好 可是呢 他就是有刻意隱瞞說 他已婚了 然後他種種跡象 我也不在乎 我記得那時候 就是反正我還有 其他的男朋友 我更不在意 然後他好像 是他竟然有其他男朋友嗎 他不知道 然後後來 善意的謊言 對 我也沒有騙他 我在那種 在就是我們那時候開業總會 總是每天就是 就是 交很多朋友啊 在玩啊 那其實 我每一段感情 我都還滿認真的啦 只是說看緣分多久而已 然後那一段時間呢 因為他很煩 常常後來跟我就是 有時候覺得說 你為什麼 都是到這邊跟朋友打招呼 你都不來找我 我說你就是我男朋友了 你就不用去在意什麼的 然後他就男人就很在意 然後在意久之後呢 我一間接得知 他已經已婚了 我就剛好利用這一點 來跟他說 你結婚了 你不要來再騷擾我 不要來煩我了 我不要去做第三者 這樣子 然後他以為 以為我是因為這件事情 跟他分手的 那所以呢 我想說不要讓你當 變第三者 他去離婚好了 所以他就說你等我 我去離婚 我那時候沒有在意 我就覺得他是神經病 反正我就吵架 吵架一定沒有好話 說說而已算了 你怎麼就是講得這麼輕易 感覺好像說 我把車停好 你讓我一下 對 就沒想到 我一個月以後 我竟然收到他說的離婚 那個 離婚證書 協議書的那個 影印本 把我嚇到了 我媽說你看你玩大了 我們就 我還 我跟我媽到新加坡 去躲了一個月 你跟男人 這麼愛你為你離婚 你會不會覺得 心裡有感動 你不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你不可以 我媽說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不可以破壞人家的婚姻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做人家的第三者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是覺得說 他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 他可能因為覺得 我知道他有老婆 所以才跟他分手的 事實上其實不是 我覺得他很煩 我才跟他分手的 所以後來也沒有在一起 沒有 就沒有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有為這個交往 之前的四大愛情公約 是 我沒有什麼規則 我就是不用對我負責任 我覺得大家在一起 開心就好 因為我一直再三強調 我不婚不生嘛 所以遊戲規則 我先講清楚 不需要對我負責任 這跟女生要的完全相反 第二個呢 你不用忠於我一個人 你如果碰到比我更好的 你可以去交沒有關係 我們大家一起開心就好 第三個就是不要管我 我愛怎樣就怎樣 我今天有心 有把你放在我的心上 我就會 就會很認真 對待這段感情 如果沒放在你心上 我會告訴你 我們感覺 淡了 就不要在一塊 不會騙你 不會跟妳說 然後就是不婚不生一輩子 我一直都沒變 有讓妳心動過嗎 稍微讓妳動搖了 動搖 因為我這輩子 因為不婚不生 所以我都是當我身邊朋友的伴娘 要嘛就招待 他們結婚的那個 大概那一兩個小時 我有心動了一下 那一兩個小時 那一小時我心動了一下說 啊 台上有一天會不會是我 人家就站在台上 新娘也不錯啊 那個當下那個婚禮結束之後 嗯 回來了 打回原形了 嗯 還是這樣子 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我那個當年結婚的那些朋友 都每一個都離婚了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我朋友都跟我講 為什麼我不結婚 那我會反問到對方 我請問你 為什麼一定要結婚 你結婚你要的是什麼 你不相信有幸福美美的婚姻 我相信 但是我不信任男人 我也不信任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愛是會變的 我覺得我喜歡那種 是 沒錯 那種很激情 我喜歡那種談戀愛的感覺 我不喜歡因為談戀愛 然後因為時間在一起 結婚了之後 昇華為家人 我覺得那種沒有愛情的火花 我覺得我會變的 很多人是怕說 沒有辦法一輩子談戀愛 所以可以有個婚姻 比較穩定的關係 我喜歡一輩子談戀愛 對 你覺得你可以 我喜歡當下就是 很甜蜜 很開心的感覺 我覺得我在乎的是 曾經游泳過 我不在乎天長地久 我問一下維銘格 如果你是男人 看到這樣四個條件 你會有什麼感覺 就是來吧 其實你一下看到這四個的時候 你會爽一下 覺得 哇 太真了 棒棒 天菜 對 天菜 這是上帝唯一證明 祂存在一個證據 證明的 是我的 對 但是 但是男人真的會覺得 男人真的會覺得 因為其實最後 你還是要一個可以安定的人 不管你幾歲 十幾歲也好 二十歲也好 你都需要這個女人是安定 可是看這種條件 你會覺得說 那這女人 就不是想要安定那一掛 對 會不會反而激起男人 有什麼鬥志 你的安定就是 大家就是在一起 同居 不是 我說是一般世俗的 這種概念的安定 對 你的安定是結婚嘛 這種條件就只有說 比方說你去夜店玩 今天去那裡玩的時候 看到這樣的條件對象很棒 今天這樣很棒 可是要交往 你就會打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常看女生弟的條件 可能剛好跟她相反 對 完全相反 對 我說你男人對我負責嘛 然後終於我 她這個條件已經 比樣到外情之上了 一個總統如果有這種概念 這國家就民主了 而且很特別的是 李媽媽已經八十幾歲了 對 我媽媽已經八十四歲 我爸爸過世之後 我媽媽就一直在談戀愛 她就是兩三年 換一個男朋友 到現在嗎 對 到現在 這個比較久 這個大概快二十年了 媽媽什麼時候來上節目 我媽媽就是一個 很開放的媽媽 我媽媽就是告訴我 這個現象嗎 一模一樣 有比我還要玩得開 然後我媽媽就是玩 她就是玩 我看我這輩子看到我媽媽 就是一直在換男朋友 然後玩 她就是開心 開心 開心 她這個男朋友 跟她在一起快二十年了 我媽今年八十四歲 我媽每天就是吃喝玩樂 她就是一個女王 她男朋友要幫她背包包 還要牽著她的手 還幫她拿東西 那誰拿拐杖呢 拐杖我媽有說自己拿 當然男朋友的手 就是我媽的拐杖啊 對啊 那妳媽沒有想要結婚 我媽沒有 我媽說幹嘛結婚 結婚還要離婚 多麻煩啊 她說不需要 她覺得談戀愛 就是開心就好了 妳結了婚還要離婚 所以這是妳的媽懂 妳想要一直談戀愛 跟媽媽一樣 是 我覺得我媽媽這樣挺好的 我覺得人生就是要這樣開心 我怎麼知道 我明年的此刻會在哪裡 有人是覺得說年紀越大 越不容易談戀愛 可是在妳們家 好像是完全沒有這種情況 我覺得跟年齡沒有關 我覺得是跟心態問題 其實我很多朋友 喜歡我是不是因為我外表 他們是需要我的個性 他們覺得跟我在一起就是 沒有壓力 很開心 就是這樣子 跟婉芋妳完全是 好超前 沒有 但是我們的共同點 就是我們都對朋友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對 當我們的朋友 對 我們來看一下 要擁有這種妳撐不住的女性 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 芳文姐今天幫我們準備一下 要成為妳的另一半的條件 我說過 我有戀父情節 所以一定要比我大 她不能超過五歲 盡量啦 之前是二十歲的 盡量就沒有啦 因為我現在 其實我現在公開嘛 反正Google查得到嘛 我五十五歲了 我在教一個大五五歲的男人 六十歲了 你知道很多男人退休 六十幾歲以後 他的身心狀態都已經老了 他沒辦法陪我玩了 對 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可以教一個年輕的 對 教一個年輕的 我喜歡 其實我基本上 我不是那麼 我感情我是 我喜歡那種大我的 我喜歡被呵護的感覺 我不喜歡那種小我的 還要我去照顧他 我覺得我沒有必要 浪費我的時間 而且我不需要去 你教年輕的 他要管著你 他要就是 你幹嘛都要報備 我都覺得沒必要 我覺得教年紀大的人 他玩也玩過了 該有的經歷都有過了 他反而會很尊重你的一切 對 而且要滑橋 對 滑橋 我覺得滑橋比較 比較會玩 我喜歡會玩的男人 就是吃喝玩樂 他都給你安排得好好的 就會就是帶著你去玩 就是比較自由的那種男人 那第三點這個非常重要 性功能當然 身體一定要很好 因為我喜歡玩 就是男人嘛 你身體不好的話 就沒辦法玩 就沒辦法玩了嘛 對 沒辦法讓你給你幸福 然後第四點 幽默大方 這是最基本的 男人不能小氣 只要一小氣就不要再談了 對 就是至少要 談得來 一定要有共同的嗜好 大家開心 最重要 不算苛刻 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不算苛刻 心情帶女性 就是要做自己的女王